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平安 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 我们今天我们再次的 我们有机会一同的来敬拜 来学习上帝的话语 我们首先我们先翻开圣经罗马书 罗马书第九章 我们一同翻开圣经罗马书第九章 我们从二十四节一直读到第二十九节 罗马书第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九节 翻到了我们一同的来念 这器皿就是我们被上帝所招的 不但是从犹太人中 也是从外邦人中 这有什么不可呢? 就像上帝在和西阿书上说 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 我要称为我的子民 本来不是蒙爱的 我要称为蒙爱的 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我的子民 将来就在那里 称他们为永生上帝的儿子 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 喊着说 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 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 因为主要在世上 施行他的话 叫他的话都成全 数数的王节 又如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 先前说过 若不是万君之主给我们存留于种 我们早已像 索多玛 俄摩拉的样子了 我们一同来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祢的恩典 我们在过去的日子里面 祢不断以祢的话语来供应我们 祢的话语来建造我们的生命 使我们越加认识祢 我们越加认识祢的属性 我们也越加认识我们自己的卑微 祢我们感谢祢 因祢借着祢的话语 继续赐福于我们 主啊 今天早上 求祢继续带领我们 透过这段的话 使我们可以明白 那深奥的道理 使我们能够透过祢的话语 我们更加明白 主祢在一开始 就施行的救赎计划 主啊 求祢带领我们 我们感谢祢 祢圣灵引导我们 祢圣灵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 以致我们得明白 降福在祢面前 我们感谢祢 奉主耶稣基督圣灵祷告 阿们 弟兄姐妹 我们在之前呢 我们已经说过了 这个关于上帝的主权 上帝 祂是公平的上帝 上帝 祂的拣选 是在于祂的主权 因此上帝 祂绝对有祂的权柄 来做出祂的选择 那么上个星期呢 我们就说了 上帝祂就好像是一个摇将 用一团的泥 做出贵重的器皿 也用一团的泥 做出卑贱的器皿 而那贵重的器皿呢 就是那蒙连续的 是预备要得荣耀的 那么卑贱的器皿呢 是要预备遭毁灭的 所以上帝如果要这么做 为什么不可以呢 那么今天 我们就继续来思考这个课题 24节 保罗就说了 在万民当中 上帝都拣选了祂的子民 使他们成为那蒙连绵的器皿 所以保罗就说了 不单单是从犹太人里面 拣选做贵重的器皿 保罗也说 也从外邦人中间 拣选一些人 来做贵重的器皿 来做蒙连绵的 来做那预备得荣耀的器皿 所以这个是我们上周我们所谈的 我们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今天我们所谈的这段的 这个经文的结构 所以我们 看这个新月圣经的时候呢 或者旧月圣经的时候 我们很常都会看到一些类似的结构 也就是这个经文呢 有这个ABBA 或者是AABB 所以意思就是 第一个经文可能是跟 第一个经文可能是跟第二个经文相互印 或者第一个经文是跟第三个经文相互印 所以都有可能的这些的结构的分隔 那么我们在这段经文呢 我们特别是看到 这个经文 好像24节 24节它是跟之后的四节 都是相互印的 所以我们就在24节里面 我们看到保罗有谈到这个上帝 他呼召犹太人 因为他先讲犹太人 然后24节呢 保罗也讲了上帝也同时呼召外帮人 所以24节我们就有看到这两个句子 A B 然后25到26节呢 我们就看到保罗他引用旧月圣经呢 也就是和西阿书来肯定上帝对外帮人的呼召 而这个25到26节呢 就作为一个B的句子 B一个这个点 B这个点 来回应24节的下半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模式 那么27节到29节呢 保罗他就引用以赛亚这个旧月的经文呢 来肯定上帝对犹太人的呼召 而27节到29节呢 也是回应这个24节的下半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模式 在新月圣经我们会很常看到 ABBA或者是ABAB 都有各种不同的排列的方式 所以我们先理清楚这一点 帮助我们更加了解接下来 保罗他所要表达的意思 那么我们首先我们来看25节到26节 25节到26节呢 保罗是针对外帮人所说的 但是他是引用和西阿书这本书 我们先来稍微了解一下和西阿书的背景 所以我们要知道和西阿呢 他是北国的先知 我们知道在索罗门王这个驾奔之后呢 以色列就分为北国十个支派跟南国两个支派 所以北国跟南国 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就分裂了 那么和西阿他就是活在北国的一个以色列先知 所以当时这个差不多是在主前750年 所以他的时期跟以色列的时期是同样的时期 是同样的时期 所以当时呢我们要了解在这个主前750年呢 是以色列呢最动荡不安的时期 是最动荡不安时期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他们在主前722年 就被亚述这个打败了 然后以色列民被卢去亚述 所以这个是最动荡不安的时期 而亚述帝国当时呢 在这个主前第八世纪呢 就兴起成为一个很强的帝国 可以说是当时最强的帝国 他们的版图是从这个 差不多是包含所有古近东的这个地域 这个area 古近东的地域 而后来也包括埃及 他们也打败了埃及 所以当时呢 以色列呢 他们是面对这个外优内患的事情 所以荷西阿书呢 他在这本书呢 他特别是要强调 以色列本身内部的问题 是什么呢 我们一同来翻开荷西阿书 我们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荷西阿书 荷西阿书就是在这个 创世纪前面 这个是每次坦布斯讲的 如果你找不到你就去创世纪前面 因为有目录 然后目录可以引导你找到那本书 所以荷西阿书呢 就是在荷乙里书的后面 荷西阿书是第一本的小行之书 所以大家一同翻开荷西阿书 所以荷西阿书呢 当我们看这个整本书的时候呢 都充斥着这个对以色列的谴责 对以色列的审判 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时以色列内部的问题是什么 当时以色列他们虽然贵为上帝的选民 是上帝立约的子民 当时呢 他们随从外巴人拜偶像 所以当时他们拜的都是这个巴黎偶像 巴黎这个假神 所以巴黎偶像是怎么一回事呢 巴黎偶像呢 或者说这个巴黎的神明 当时这个外巴人呢 他们相信巴黎是天气之神 是控制天气的 所以他可以降下干露 他可以降下雨来 使土地肥沃 使这个农作物丰盛 使这个农作有这个生产力 所以巴黎是被誉为是天气的神 掌管天气的神 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在当时 就是主前900到800年这段时间呢 我们知道当时很出名的一个故事 就是以利亚对抗巴黎先知的故事 所以我们就 当我们知道巴黎 他这个神明是怎样的一个神明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了解 为什么上帝丰富以利亚说 这几年若以利亚不祷告就不下雨 所以是非常具有讽刺性的 他们以色列人拜的这个巴黎是掌控天气的 但是呢 他们这一个所谓掌控天气的神明呢 不能够使天下雨 因为上帝在掌权 因为上帝要审判以色列 所以之后我们知道以色列他祷告之后呢 这个天才下雨 然后耶稣他在路加福音4章25节呢 他也说了这个是三年零六个月 所以当时三年零六个月 若没有以利亚的祷告 天就不下雨 所以我们看到当时上帝 他是如何的使用以利亚来对抗这个巴黎 以及巴黎的先知 是非常有名的这个真实的历史故事 这些都不是神话 是真实的历史故事 然后我们再回来 所以一直到了这个差不多一百年之后呢 以色列人还是大多数都是在拜巴黎 都是在过这种败坏的生活 得罪上帝这个生活 那么巴黎的这种崇拜仪式呢 很有特点的就是他们一定要行淫乱 在这种巴黎崇拜里面一定是非常淫乱的 所以里面就包括酗酒 包括人受教 包括献祭活人 包括甚至阉割自己的生殖器官 还有乱伦 但是里面最著名的就是 关于跟妙祭行淫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每次拜巴黎先知 他们都需要跟妙祭有这种性行为 因此呢这样子的活动呢 这样子的崇拜的活动 就早早就已经触怒了上帝 上帝他必须审判以色列人 他必须审判北国 因为上帝的子民 本来是与上帝联合的 本来是上帝立元的子民 怎么能够去与巴黎啊 这些妙祭联合呢 所以上帝是不接受的 因此当我们看和西阿书第二章的时候呢 我们翻开第二章的时候 上帝呢他就把以色列描述成 不忠的淫妇 他把以色列描述成淫妇 所以以色列人呢 他们不单是在身体上有这个淫乱 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灵性上 是完全淫乱的 他们在灵性上是完全远离上帝 而且是行淫的 是背叛上帝的 那么我们看和西阿书第一章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我们看旧约先知书里面呢 只有一位先知 上帝吩咐他要去娶淫妇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现今的时代 我们很难了解的 但是在当时呢 上帝就真的是叫和西阿先知 第一章我们来看第一章 和西阿先知呢 去娶淫妇为妻 我们来看第二节 也从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 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 所以我们就看到和西阿他就去做了 他就去娶了一个淫妇 那么在这个第三节 他就生了一个儿子 然后第六节又生了一个女儿 所以这个女儿的名字呢 就很特别 叫做罗路哈玛 他的意思就是不蒙怜悯的意思 所以我们就会把 我们刚才所念的这个 那不蒙怜悯的 那不蒙爱的 要成为蒙爱的 所以就是跟这个事情是有关系的 所以和西阿他生了一个这个女儿呢 他跟这个淫妇生了一个女儿呢 叫做不蒙怜悯的 然后第八节我们又看 他又生了一个儿子 叫做罗阿米 意思呢就是不是我子民的意思 所以当我们看保罗他讲这个不蒙怜悯 跟不是我子民的意思呢 他的典故呢缘故呢 就是来自这个旧约和西阿书里面 和西阿的这个事件 所以当然我们也看到在和西阿书里面 我们看到虽然上帝审判以色列 虽然上帝谴责以色列 但是呢我们来翻开这个第三章 我们看第三章呢 上帝呢 他又叫和西阿赎回他的这个淫妇 就是叫和西阿跟这个淫妇和好 虽然他可能在结婚之后 他行淫跟别的男人跑了 圣经没有很清楚说 但是上帝叫和西阿要接纳 要使这个淫妇归回 所以和西阿的这一系列的动作呢 这一系列他所做的事情呢 就作为一个淫妇 上帝要使用这个事件来指向以色列 所以同样的以色列是淫妇 以色列虽然与上帝好像结婚 因为他们是上帝立约的子民 但是他们背叛上帝 他们去与巴黎行监营 但是上帝在之后呢 如果我们看这个和西阿书 我们继续看下去呢 上帝说他要使以色列人归回 就好像和西阿要与这个淫妇和好 所以这个就是和西阿他所要带出来的信息 那么我们现在看回去九章二十五节 我们现在看回去 我们要记住这些事情 然后我们看回去九章二十五节 保罗说什么呢 就像上帝在和西阿书上说的 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 我要称为我的子民 本来不是蒙爱的 我要称为蒙爱的 好 我们现在再翻回去 我们再翻回去和西阿书二章二十三节 我们这两句话我们先记起来 我们翻回去和西阿书二章二十三节 和西阿书我们先做一个标记 我们不要把它弄不见去 我们翻回去 所以保罗他讲这句话 他其实是引用和西阿书二章二十三节 我们一同来念和西阿书二章二十三节 我必将他种在这地 恕不蒙怜悯的 我必蒙怜悯 本发我名的 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名 他必说你是我的上帝 所以我们这两节的经节 我们来仔细看一下有什么不同 所以刚才罗马书九章二十五节 保罗他是先讲什么 他是先讲本来不是我子民的 我要称为我的子民 然后本来不是蒙爱的 我要称为蒙爱的 对吗 然后和西阿书二章二十三节 他是倒反的 所以保罗他就刻意的 把和西阿书这段经文呢 他把他秩序倒反 所以和西阿书他是先讲 不蒙怜悯的 我必怜悯 不是我子民的 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子民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不同 所以保罗肯定是引用和西阿书 但是他做了一些的修改 做了一些的这个矫正 保罗是有他的理由 保罗他在这边所强调的呢 就是子民这回事 本来不是上帝的子民 但是如今成为上帝的子民 这个是保罗他先要强调的 然后保罗之后他才讲说 那本来不蒙连续的 现在要蒙连续 或者说本来不蒙爱的 这个意思都是一样的 不蒙爱的 现在是蒙爱的 这是第一个分别 第二个分别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看和西阿书的话 和西阿书他所用的这个字眼呢 他当这个和西阿书什么 他说我必对他说 他是用说这个字 英文是say 所以原文也是这个说 所以和西阿他是用说 他说我必对他说 你是我的名 他必说你是我的上帝 那么我们看回去罗马书 保罗他用的字眼是什么呢 他用的字眼是co 是呼召 我们很熟悉这个字眼的 是呼召 中文也可以翻译是称为 但是呼召是更贴切的 所以原文他是用co这个字 所以保罗他强调 我们这些蒙拣选的人呢 我们都是上帝所呼召的 就好像保罗之前在罗马书八章三十节 我们来看回去 八章三十节 我们要知道罗马书是一封书信 所以很长时候一些的内容 一些的主题都会息息相关 所以八章三十节讲什么呢 这边说预先所定下的人 又召他们来 所以我们要知道呢 保罗他在强调是上帝的呼召 上帝的呼召呢 是在创世以前 他就已经决定了 但是在这个世上的日子呢 是有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呢 我们从前不是基督徒 虽然上帝在创世以前 他已经决定我们要成为基督徒了 他已经拣选了我们 但是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呢 是有一个阶段性的 是有一个进程的 是有一个progress的 所以我们以前不信耶稣基督 我们以前是亵渎上帝的 但是现在我们蒙上帝呼召 我们敬拜上帝 我们爱主耶稣基督 所以保罗所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说 本来不是我子民的 上帝要呼召成为他的子民 本来不是蒙爱的 上帝要呼召这些选民成为蒙爱的 所以这就是保罗所强调的 虽然和西亚书他的对象是北国以色列人 但是保罗他引用这段经文呢 然后延伸他的应用 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和教会是分不开的 以色列和教会是有延续性的 旧约和新约是有延续性的 因此呢 保罗他引用和西亚书这段经文的时候呢 他其实是延伸 应用在外版人身上 所以这个是很清楚 他是应用在外版人身上 虽然九章到十一章 他都是在讲以色列人 但是这两节经文呢 他是应用在外版人身上 然后就好像彼得 在彼得前书二章十节 他也是应用同样的和西亚书的这一段经文 来对外版人的基督徒来说话 我们可以翻开彼得前书二章十节 是同样的一句话 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 现在却做了上帝的子民 从前未成蒙连续 现在却蒙了连续 所以他的秩序呢 是跟保罗一样的 是先强调子民 然后才强调蒙连续 所以保罗在这边的用法呢 是针对外版人 那么我们继续看九章二十六节 罗马书九章二十六节 保罗又引用另外一处的和西亚的经文 来讲这句话 我们先来看罗马书九章二十六节 我们一同来念 罗马书九章二十六节 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我的子民 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上帝的儿子 所以同样的这边所讲的是称他们 就是call they will be called as the sons of living God 这个sons 互助 也就是成为上帝的孩子 但是呢 保罗在这边就有点不一样的 九章二十五节呢 他所强调的是身份 对吗 他所强调的是这个上帝子民的身份 那么二十六节呢 他就转成是一个地方 或者一个position 一个位置 因为他说从前在什么地方 对他们说什么地方 然后将来就在那里 所以他所讲的是一个地方 是一个位置 是一个position 是一个place 那么我们看回去 和西阿书一章十节 所以保罗他所引用的是和西阿书 一章十节的下半句 我们可以翻回去 和西阿书一章十节下半句 我们一同的来念 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我的子民 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 你们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所以同样的和西阿在这边是用说 但是保罗他强调 他又改成是呼召 是称他们 或者是呼召他们 称他们为这个永生上帝的儿子 所以但是呢 这两个经节呢 是非常的相似的 是非常的相似 都是在讲地方 所以当我们看和西阿书一章十节的时候 和西阿书他在这边指的是 地理的位置 是一个physical place 或者physical location 或者是geographical一个location 因为以色列人本来是住在北国的 但是呢 亚述在这个主前722年呢 就毁灭了北国对吗 所以以色列人就被带到亚述帝国 被带到亚述的其中一个城 所以以色列人本来是住在应许之地的 现在他们远离了应许之地 以色列人呢 本来他们常常是有先知的话 与他们同在 本来是有上帝的话与他们同在 他们有律法书的 现在他们已经远离了 他们没有这些上帝的话 所以这里呢 我们就看到是一个地理的位置 是一个物资上的一个位置 但是呢 我们看回去罗马书 但是保罗当他在这边讲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他其实不是在讲地理的位置 保罗所讲的乃是灵性上的位置 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过去是 geographical location有变动 现在呢 外邦人呢 蒙上帝连续的人呢 他们灵性上的地位有变动 灵性上的位置有变动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外本人 我们基督徒 我们跟以色列人也是一样的 我们本来是远离上帝的 我们本来是远离上帝的 我们本来是被罪的权柄呢 所掳去 就好像以色列人被掳到这个亚树 我们也是被掳 我们被魔鬼 我们被罪被死亡的权势 所捆绑 所掳住 我们本来是在黑暗当中的 但是上帝连续我们 我们如今呢 我们在光明中 我们如今 我们在上帝的国里面 我们如今在上帝的家中 成为上帝的孩子 所以跟以色列人一样 以色列人本来是在亚树 是被掳的 不是在自己的应许之地的 但是呢 上帝在先知书里面 都已经应许说 他们将来有一天要被 要归回 要归回到耶路撒 所以如果我们看先知书 我们都可以知道说 有这样的信息 而且呢 确实在主前五百多年 跟主前四百多年的时候呢 这个以色拉 还有索罗巴伯 然后之后还有尼西米 他们确实就带领了以色列人 回归到耶路撒冷 对吗 如果我们看旧约先知的话 所以这是上帝的应许 他们确实 他们在这个 geographical的这个层面上 在地理位置上 他们确实是归回了耶路撒冷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 他们归回之后呢 他们继续犯罪 因此呢 上帝只能够借助他的爱子 耶稣基督呢 使以色列人 使外巴人 真正的归回到上帝那里 所以这个是保罗要说的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也回想我们过去 我们本来不是属上帝的子民 我们以前呢 我们可能是拜拜的 我们是拜偶像的 拜什么都拜 或者我们拜自己 我们认为自己就是神 我们拜自己的欲望 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但是呢 我们蒙上帝的怜悯呢 我们归回到上帝那里 我们本来不是上帝的子民 但是如今被上帝呼召 成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本来在 我们罪恶的观景里面呢 我们本来是得罪上帝的 我们本来不是被成为上帝的子民 但是如今我们在光明中 我们在上帝的家中 我们被称为是上帝的子民 所以保罗他25到26节呢 他都是指向以色列人的 而这个儿女的这个身份呢 之前保罗已经讲过了 8章15到16节 保罗说我们所得着的是儿子的名分 是这个继承权的这个权利 我们是与基督同坐后世的 所以我们都会记得 这个第8章 这个保罗所讲的话 那么保罗他讲完这个外帮人之后呢 保罗他就转向以色列人了 因为9章到11章呢 保罗所针对的 主要都是以色列人 都是犹太人 那么我们来看9章27到28节 保罗呢 他同样他是引用 两个旧约的经文 也就是以色列人 来讲解他这一句 这一段话 所以保罗呢 他这两句话 他是针对以色列人 就是同样的 就好像以赛亚先知 在这个旧约的时候呢 他当时的这个谴责呢 也是同样是针对以色列人 但是如果我们看 这个以赛亚书的后面的几章的话 我们也知道这个以赛亚 他所讲的这个弥赛亚的应许 也是针对外帮人的 所以都是有关系的 我们来先翻开以赛亚书 我们来翻开以赛亚书 我们先看第十章 以赛亚书第十章 我们先来念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这两句话是保罗所所引用的 以赛亚书十章 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我们一同来念 以色列啊 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 唯有剩下的归回 原来灭绝的是已定 必有公义施行 如谁长义 因为主万君之耶华 在全地之中 必成就所定归的结局 所以他跟保罗所写的话 是非常类似的 是非常类似的 我们首先 我们先来了解 以赛亚书的背景 刚才我们讲了 和西亚先知 他是北国的先知 那么以赛亚先知呢 他就是南国犹大的先知 他跟和西亚都是属于同一个时期 都是处于亚述帝国要攻打以色列的这种非常动荡不安的时期 所以我们稍微了解一下以赛亚书的这个背景 特别如果我们看第七章的话 我们翻开第七章 如果我们看第七章呢 它是有这样子的背景 也就是 北国以色列为了要对抗亚述帝国呢 他跟这个亚兰王组成军事联盟 亚兰王 这个亚兰这个国家 就是现在的叙利亚 西利亚 所以如果我们看英文圣经的话 他都是用西利亚 就是现在的叙利亚 所以北国以色列 因为他们背叛上帝 他们不去投靠耶路华上帝 他们反而去投靠邻国 反而去与这个亚兰王 来做军事联盟 不单是这样子 他们也要尝试用武力 去强迫犹大国跟他们结盟 所以这个是第七章的背景 我再讲一次 北国以色列王 他跟这个亚兰国结盟 然后他们尝试也要用这个武力呢 去强逼 去强迫犹大王跟他们结盟 一同的来对抗亚述帝国 所以这个是当时的时代背景 那么在第七章里面呢 我们就知道这个 如果我们读的话 他这里就 以赛亚先知就奉上帝的命呢 叫这个亚哈斯王呢 亚哈斯 亚哈斯王呢 不要与他们结盟 他要亚哈斯投靠上帝 以赛亚先知跟亚哈斯王说 你要投靠上帝 不是靠他们 你要来投靠 要来依靠上帝 而且什么呢 如果我们看这个 这个第七节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七章第七节 这边说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这所谋的必立不住 也不得成就 然后第八节 他说 六十五年之内 以法联必然破坏 不再成为国民 然后呢 然后这边 这边我们再来看 这个第四节 他说 你不要心理胆怯 你不要心理胆怯 然后他说 这一些 以色列 北国 跟这个亚兰王 要去强迫犹大的这个事情 必不得成就 所以这个是上帝 应许这个 犹大亚兰王的 换句话说呢 上帝就是跟他说 你不愿担心 我跟你保证 这件事情 必定不会成就 如果你投靠我的话 但是如果我们看 这个列王记下 十六章的话 我们知道最后呢 犹大这个亚兰王 他也是败坏的王 他选择拒绝上帝 因此 这个 因此呢 这个 这个犹大国在后期呢 他们也面对上帝审判 他们在主前五百八十六年呢 他们被巴比伦帝国所掳去 所以我们如果看这个 列王记下的十六章之后的发展呢 我们知道 这个犹大王 他虽然他拒绝这个 北国以色列王跟这个亚兰王 但是他反而选择 投靠亚述王 所以他反而去投靠 那个要来攻打 北国我自己brother的这个国家的 这个亚述王 这个敌人 所以我们看到 北国以色列是败坏的 南国犹大也好不到哪里去 虽然比较好一点 南国犹大也好不到哪里去 所以我们在以色亚书 我们会看到上帝审判以色列 上帝也审判 犹大的这些的信息 而且上帝也说 他要审判亚述王 他要审判这个巴比伦 他要审判埃及等等 因为我们看到 犹大国后期呢 他又去投靠埃及 又去投靠埃及王 所以上帝都充满着愤怒 要审判他们 所以我们也确实看到 这个亚述帝国呢 他之后是被 巴比伦帝国所吞灭 所以巴比伦帝国的版图 跟亚述帝国很类似 因为他把他全部版图都吞灭 然后在主前586年呢 巴比伦就攻打犹大 而犹大国呢 就被辱去这个巴比伦 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是 这个当时的背景 是非常有趣的 是非常充满着刺激 大家可以常常的阅读 这些旧约的经文 我们要看中这些旧约的经文 以致我们更加可以 明白这个新约的经文 所以我们再看回去 所以这个以赛亚书第七章呢 当这个保罗他说什么呢 保罗他在九章二十七节 他说 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撒 得救的不过是 剩下的渔树 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来学习 这个渔树是什么意思 渔树我们可以称渔民 就是剩下来的子民 剩下来的子民 所以英文叫做remnant 就是剩下来 就是好像我们吃面的时候 我们面一大盘 我们福州人很喜欢把面都吃完 但是在外国的地方 我以前在这个意大利厂房工作 他们吃食物都是很喜欢剩一点下来 都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剩一点下来呢 在西伯来文的原文呢 就是渔民的意思 就是剩下来的意思 是shara 西伯来文叫做shara 所以我们首先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七章 我们来看这个第七章的 这个第三集 shara呢 在以赛亚书一直的出现 当然在其他先知书也有出现 但是我们主要以以赛亚书 来了解shara这个意思 我们来翻开圣经 以赛亚书七章三节 这边说什么 耶和华对以赛亚书 你和你的儿子 斯亚书 斯亚书是直接把西伯来文原文这样子 直译过来 直译过来 所以斯亚书如果你有英文版本的话 你看 它是叫做shara jashu 所以这个原文它是直接西伯来文 直接的是transliterate 英语成这个英文 所以西伯来文的原文呢 在七章三节呢 就是shara jashu 所以中文的翻译是 斯亚 jashu 是很相似 因为它直接是英语的 所以shara呢 就是剩下来的意思 jashu呢 是归回的意思 所以英文的翻译是 a remnant shall return 如果你有ESV圣经 它下面有注脚 它有讲 means a remnant shall return 也就是这个愚民要归回的意思 所以这边所说的呢 保罗所表达的就是以色列先知所要表达的这个愚民 愚树的这样子的信息 所以当我们看罗马书9章27到28节的时候呢 保罗说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愚树 这个remnant 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 如果我们看回去以色亚书10章23节的话 这边保罗所指的就是 上帝要施行他审判的话 因为这个10章都是讲到上帝的审判 所以上帝他所要这个施行的审判呢 必定是成就的 所以我们从愚树这个名词呢 这个remnant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审判跟盼望的信息 当然审判的这个比例是比较重的 审判的这个比例是比较重的 所以以色亚书7章3节 当他说a remnant shall return 也就代表说呢 这个以色列北国将会毁灭 就是说这么多人里面只有小部分 少数 所以这边是要做一个对比 就是多数跟少数 所以多数的人被审判灭亡 但是呢 上帝他开恩怜悯 使少数的人被得救 使少数的人充满盼望 所以同样 保罗他在9章27到28节 他所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虽然以色列人像海沙那么多 我们如果去过海边的话 这个沙这么细 这个沙是多么多 根本是数不清的 所以同样的 以色列人就好像海沙那么多 以色列人很多 是很大数目的 但是呢 上帝要审判他们 上帝审判他们 使他们大多数的人灭亡 只有小部分的人 remnant这个余数呢 将会归回给上帝 将会蒙上帝拯救 所以这也同样的呼应 保罗之前他所讲的话 9章6节 他说 以色列人生来 不都是以色列人 保罗就是这个意思 虽然你们在肉体上 你们出生的时候 就是以色列人 你们是上帝立约的子民 但是不全部都是 争以色列人 因为只有小部分 蒙拯救 只有小部分有盼望 所以这句话呢 保罗讲这个真理呢 不是就在新月的时候才讲 其实早就在这个 主前700多年 上帝就已经使用 这些先知来讲这样的信息 所以这个是在先知书里面 如果我们读先知书的话 都充斥着这样的信息 上帝的审判要来到以色列 上帝的审判要来到犹大 但是呢 上帝也给一些应许 小部分的人将会归毁上帝 小部分的人将会归毁耶路上 小部分的人将会蒙拯救 所以保罗他所要带出的 一个信息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审判呢 就是在于一个事实 当这个渔民 他里面隐含着这个审判的信息 也就是说 多数的人是灭亡的 只有少数的人 是蒙拯救 是蒙连续的 所以这是我们要感恩上帝的 我们要感谢上帝 因为上帝还是对以色列有怜悯 上帝还是对以色列有这个拯救 对小部分的以色列有拯救 因为如果上帝按照他完全的公义的标准的话 所有的以色列应该是要被毁灭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看下去 9章29节 保罗就讲了 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 若不是妄军之主 给我们存留鱼种 我们早已像 所多马俄摩拉的样子 所以保罗他再次强调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怜悯 虽然以色列这么败坏 败巴利先知 投靠邻国 不投靠上帝 但是上帝还是怜悯他们 因为如果上帝没有怜悯他们的话 他们早就像 所多马俄摩拉那样子灭完了 我们要知道 所多马俄摩拉这两个城市 在历史上已经是找不到了 找不到了 学者们 考古学家 到今天为止 他们是不确定 所多马跟俄摩拉的 真实正确的位置 如果我们看工具书的话 这个Sodon跟这个Gomorah 他都是犯问号的 他们都不确定在哪里 他们只知道可能是在死海的附近 所以我以前 前年我就有机会去到 这个死海的附近 然后我们 其中一个观光的景点 就是这个罗德妻子的这个岩柱 对吗 因为罗德妻子 他回顾看这个所多马 所以他就上帝惩罚拉 就变成岩柱了 所以我们就有去看那个岩柱 当然我们也不知道 那个岩柱是不是真实 那时候留下来的 我们是不知道 我们是不知道 我们只是去看 他们说是就是了 我们就去看了 所以就好像一个 也不是很像人的形状了 就是一条这个岩柱 所以呢 当我们看创世纪十九章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上帝 他是公义的上帝 但是上帝也是 存着怜悯的上帝 所以当我们看十九章的时候 这个所多马 这个额魔 是非常堕落败坏的 我们翻回去创世纪十九章 我们要多了解这些旧约的这些故事 旧约的这些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 这些都不是神话 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 所多马有多么的邪恶呢 我们来看十九章 第四节 我们知道有两个天使来到罗德的家 然后这边说什么呢 第四节 所多马城里各处的人 连老到少都来围住那房子 所以如果我们看原文的话 他是说城里面所有的男人 他是有讲男人 这边中文只是讲人类 但是是男人 所有的男人 无论是年轻的 无论是老的 都来围住罗德的房子 然后他讲什么呢 他说你的那些 来到你家的那些人在哪里 把他们带出来 认我们所为 如果我们看这个英文翻译的话 这个第五节 英文的翻译 他是讲什么呢 Bring them out to us That we may know them Know them 知道他们 所以我之前讲过了 在旧约圣经 当这个西伯来文的 西伯来文的这个字 被用成 被用的时候呢 当这个作者用这个西伯来文字 这个know 知道的时候呢 知道的这个词的时候呢 知道往往就是 包含 或者有时候是指向性行为 所以这边所讲的就是 这些男人 他们要 鸡肩这两位天使 他们要鸡肩 所以我们也不觉得很奇怪 之后英文字 Sodom 如果我们去查英文字点 Sodom 它的意思就是 A wicked and depraved place 是一个邪恶的地方 Sodom这个英文字到现在有存在 就是指 Wicked 邪恶跟败坏的地方 Sodom 然后Sodomy 大家都很知道了 Sodomy Sodomize 我们特别 我们活在马来西亚的人民 我们都很清楚 Sodomy跟Sodomize 因为这个安华 常常都是被控告 都是Sodomy的 它都是被控告 有这个基建的 所以Sodomy Sodomize 都是从 所多马 这个典故呢 这个历史的故事呢 所发展的 所引用的这个英文字 所以是非常普遍 是真实的历史事件 然后我们再来看 《创世记》19章 19章这边讲什么呢 19章这个第23节 所以上帝因着这个 索多玛跟尔摩兰的败坏呢 上帝他将硫磺与火 从天上降下来 硫磺啊 真的好像是火上的硫磺 跟火是从天上降下来 消灭 消灭所多玛跟尔摩兰 所以我刚才说了 在历史上 我们找不到这个地方 因为是被完全的剿灭 如果我们看这个 19章第15节的话 这边是说 免得你因着城里的罪恶 同被剿灭 英文是set away set 清楚的意思 所以我们看到吗 上帝他公义的审判 但是上帝他还是怜悯一些人 所以罗德和两个女儿是蒙拯救的 他们就逃出来 所以保罗他所要表达的意思 就是说虽然以色列人他们背叛上帝 但是上帝让他们有鱼种 鱼种在原文希腊文是sperma 也就是英文是sperm的 这个后来所发展的这个字 所以鱼种就是指种子的意思 后代的意思 所以上帝联名以色列 使他们有后代 使他们有这个种子 能够继续的发展起来 所以我们要看到上帝的联名 而在罗马书第11章 保罗他就会继续讲到 关于以色列的渔民 所以在这里 保罗他所带出来的信心 不完全是上帝的审判 保罗他所要讲的 就是上帝 他是公义与慈爱的上帝 我们基督徒 我们很长时候 我们如果对上帝有错误的理解的话 我们会以为上帝是公义的 上帝是充满愤怒的 上帝是很严酷很残忍的 我们只注重这一方面 或者有些基督徒 我们只想到说 上帝是慈爱的 上帝是很善良的 是非常喜爱他儿女的爸爸 很善良的 很爱他儿女的 这两种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一定要了解 上帝的公义与上帝的慈爱 塔木斯他甚至说过 我们要先了解上帝的公义 那么我们才更能够了解 上帝的连续 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的 因为当我们知道上帝 他与罪是不可协的时候 当我们知道上帝是全然圣洁的时候 他施行审判在全地的时候 我们再来认识上帝的慈爱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这位上帝 他是充满怜悯的 我们本来都是死在罪恶里面 我们本来都是下地狱的 好像以色列人 他们在古代本来早就被毁灭了 本来到今天都已经没有所谓的以色列民族了 本来都没有了 因为他们得罪上帝 他们是与上帝结盟 与上帝盟约的子民 但是今天以色列国家还存在 我们看到上帝的怜悯 我们是否可以看到上帝对这个民族的连续 今天犹太人在全世界还是很多人 上帝还是怜悯他们 他们没有全部被毁灭 但是我们要知道保罗他所带出来的出发点就是 虽然他们至今存活 但是许多人还是抵挡上帝的 因为当保罗去各城各乡去做布道的时候 保罗都是先去犹太人的会谈 他都是先跟自己的同胞讲福音 而他也确实的经历到 这些同胞都是抵挡上帝的 所以保罗他在这边用余数这个名字 这是非常贴切的 因为当他传福音的时候 犹太人大多数都是拒绝上帝的 到今天也是这样 犹太人还是少数是信耶稣的 不是说没有还是少数 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要带出来的信息 同样我们基督徒 我们要感谢上帝的恩典 我们要每一天向上帝感恩 因为若上帝不是连续我们的话 我们到今天我们都不是上帝的 我们本来不是上帝的 我们本来不是蒙爱的 但是今天上帝呼召我们 他称我们为上帝的子民 他称我们为上帝所蒙爱 所灵敏的 我们感谢上帝 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 我们岂可以玩弄上帝的恩典 我们岂可以玩弄我们基督徒的身份的 我们岂可以随随便便的过日子的 就算是在疫情当中 我们仍然要过敬虔的生活 我们仍然要过行上帝喜悦的事情的生活 我们仍然要讨上帝喜悦 我们仍然要荣耀上帝 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继续引导 我们在各个地方 在各个领域中 在各个岗位上 在家庭 在工作 在学校 我们都能够讨上帝喜悦 因为我们是蒙爱 我们是蒙怜悯的 我们一同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这一段深奥的道理 你向我们来诉说 我们感谢你 应尊你圣灵的引导 你自己的怜悯 使我们得稍微明白 上帝你自己的属性 主啊 求你继续恩待我们 使我们不像以色列人 不像犹太人 那么枉梗地给当上帝 我们乃是谦卑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降服于你 我们来称谢你 我们来诈美你 主啊 因为你对我们的恩典 是何等的浩大 我们本来不是你的子民 我们本来是得罪你的 我们本来是每天引起你愤怒的人 但是如今 因着耶稣基督 祂所成全的救赎工作 我们得以被称为 我们得以被呼召成为你的子民 我们得以被呼召成为你的儿女 我们可以被称为是蒙爱 是蒙怜悯的 往上里搞的 主啊 我们也求你继续 开恩怜悯犹太人这个民族 主啊 他们在当中 还是有许多抵挡你的 我们也要继续为他们祷告 盼望你的恩典也临到他们 使他们里面的人 也有敬畏上帝 也有敬拜主耶稣基督的人 使他们得着你特殊的恩惠 使他们得明白过来 使他们相信上位一体的上帝 主啊 求你开恩怜悯他们 我们感谢你 求你取听我们众人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